新消息 日本北海道連續四天 有超過兩百人確診 尤其是雜晃 從上個月到現在 發生了四十五起的群聚感染 雜晃從今天開始把警戒等級 上調到第四級 呼籲民眾沒有要緊的事情的話 盡量不要出門 日本經濟面臨新冠病毒 疫情的第三波考驗 首相菅義偉強調有信息 明年要舉辦有觀眾的東京奧運 北海道疫情持續拉緊報 已經連續四天超過兩百人確診 其中多數案例集中在札幌市 加重地方醫療體系的負擔 札幌市長十六號上午要求市民 若非緊急狀況就避免外出 也要減少與北海道 其他地區的往來 防疫警戒層級上調到第四級 從十一月十七號開始實施 因為疫情的關係 日本每年過年的重頭戲好幾萬人聚集在皇居舉行的新年餐盒 二零二一年也考慮要取消了 日本經濟正面臨新冠病毒疫情的第三波考驗 政府推國旅推餐飲促銷券 只要外食就發放回饋金 是在振興觀光還是惡化疫情依舊是個難題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巴赫 十五到十八號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建議為會面 日本政府正在討論東奧具體的管理作法 正朝有觀眾的方向來籌備 至於是否開放大量的現場觀眾 明年春天才會做出最後決定 華視新聞李嘉邦編譯